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主題我們用多了圓木 來做一個比較細緻的分析 除了是木材或布 和特色歸來的方面 我們想營造一個天然的 自然舒適的感覺 整個單位設計適合統一 至新其中好像走進了傳統和室 感覺和系舒適 和室必備的醬紙和比較現代的物料 和紙和膠片製成 這裏的作品 和室必備的醬紙和比較現代的物料 和紙和膠片製成 這裏的作用不是為了透光 而是想加重日式設計的味道 和分隔廚房空間 客飯廳用色偏淺 一邊長身油上純白色油漆 電視場這邊以圓木拼龜種泥 設計出一幅特色牆 本身的龜種泥除了在美觀方面 有觀賞性之外 功能方面其實也非常強大 因為它本身可以起到淨化空氣 和分解隔著功能 令到Future Award 除了在觀感方面和觸覺方面 都可以達到這麼豐富的層次變化 單位大約550呎 看起來寬敞光猛 原因之一是木地板的紋理 起了拉長空間的效果 其次是部分的間長拆走 原本的單位 客廳比較會紮長 變得一邊的光源方向 我們將原本的三間房間間 做到比較大的改動 身內增設了一個全開放式的偏廳 地台升高 地板採用塔塔米 這個是屋主日常休息的空間 亦會用作茶室 天然的燈藏 我們想多一點儲物量 我們需要做一個地道空間出來 我們在這麼小的空間裡 如果想做一個地道空間 就會令到壓迫感非常大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一個全開放式的空間 又可以達到層次上的變化 另外我們茶室上 我們用了天然的塔塔米 更生草的材料來做原材料 我們希望原材料可以達到自然的作用 另一間房向廳的角位 部分長身以雙塘門取代 城道門的設計通透之外 亦保持到一定程度的私隱 上下部分用了青玻璃 中間用了一種日式格子玻璃 外裏的桌面和近天花的層架 都以木材製成 配上綠色長身 工作空間一樣可以有一種 令人放鬆的感覺 主人房在電視場旁邊 一道暗門入面 地台主要是儲物空間 房內設計在木材之上 加入少量深色元素和彎線 設計師說圓滑線條 在放鬆深層和減壓方面 起到一定作用 至於浴室設計 以實用為大前提 地下和長身鋪上易打理的布紋磚